所以 凶手应该是一个中年人 三十岁以上 再看看凶手的作案手段 窥探两起暴力犯罪 监尸 物质假现场 所有的行为 都完全说明 其心里肯定存在严重的问题 他的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 意味着一种发泄 这类人 一般在现实中 肯定是不善言辞 不懂交际的一种人 所以 才在受到强烈刺激之后 产生扭曲的变态行为 针对监尸这一点 如果是感情顺利 性生活满足的人 恐怕很难有如此毅力和胆量 所以 凶手必定在感情或者婚姻中 有挫败经历 有这种经历的人 一般都集中在三十到四十岁的年龄段 这个时候的婚姻 最为脆弱 非常容易解体 如果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大家对生活 基本上是安于现状 即便经历过挫折 也都会出于生活压力 找个人陪伴 所以 当时 就估计是三十到四十这个年龄段 上下不动不会很大 最后说说 为什么猜凶手是个左撇子呢 自刘伟学供述后 就意识到了 本案中肯定存在第三个凶手 然后司马局长 查看了当时犯罪现场的一些照片 也特意去停尸房看看唐力头上的伤口 这时 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唐力的伤口 在左太阳穴 如果说 凶手是正对唐力 或者说 是跨其在唐力身上 他用右手拿起石块击打唐力 那么伤口 自然形成在其左太阳穴 但是 右臂在抡起石头时 肯定会与唐力头部之间 形成一个偏上的角度 造成的窗口截面 应该是从上至下的倾斜 很难想象 凶手是水平抡起石头的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尤其是肩胛的位置 但是 看到唐力的窗口 是自下而上的倾斜 那就说明 凶手是蹲在唐力的头部前方 进行打击的 而要在头部前方打击 如果还是用右手 伤口 只能出现在右太阳穴 这样一来 既然唐力的左太阳穴 留有几大痕迹 那就只能说明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 分析结束之后 司马局长说 当然了 推理 仅仅是推理 永远是假设的一种 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猜测 在我们的侦查破案中 需要的是清晰的线索 和确凿的证据 但是 我这一次啊 偏偏猜对了 不是吗 看我们恍然大悟 司马局长 拿起徐磊的笔录翻了一番 无不感慨地说 一个人的性格 固然有他天生的因素 但其后天的生存环境 也会塑造行径 极端行李 不会突变产生 只能是渐变 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积蓄到一定程度 在遇到某一个 适合的条件之后 会突然爆发凸显出来 徐磊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停了一停 司马局长叹了口气 也许 我们以后 还会遇到更多的徐磊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差�置 我 还记得 最近 是 说 我